两名绑大妖元的警卫驾着女孩往金闭市里走 但女孩并不认命 突然使出了超能力 女孩逃出来之后来到了一家餐馆 饿得前心贴后心的女孩偷吃了后厨里的薯条 善良的餐馆老板收留了女孩 并给有关部门打了电话 天黑之后 一位自称社会服务部的大妈来到餐馆 突然开枪射杀了餐馆老板 女孩一看大事不好仨子就跑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科幻惊悚美剧怪奇物语的第一季 故事发生在1983年 位于霍金斯的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出现了重大的安全失误 一名工作人员正在疯狂的逃窜 当这哥们刚跑进电梯就被一不明生物给掳走了 霍金斯是位于印第安那州的一个小县城 此时几个孩子正在家里玩游戏 游戏结束之后 倒霉蛋骑着自行车回家 在途经国家能源部实验室的父亲是突然遭遇了一只不明生物 倒霉蛋一看大事不好扔下自行车没头就跑 倒霉蛋跑回家看到不明生物已经杀到了门口 他只好跑进了家里的工具房 并把他老爸的猎枪装好子弹沿着以待 但随着电灯炮的忽眠忽灭 倒霉蛋突然消失不见了 第二天一早 倒霉蛋的老妈发现小儿子失踪了之后彻底骂妆了 头天晚上和倒霉蛋一起玩游戏的三个好朋友 小酱油青蛙弟和小卷毛刚来到学校就被高年级的俩混球欺负了一顿 青蛙弟的姐姐高中女生南希和男同学富二代一来二去好上了 两人约好晚上在某地点见面 警长刚来到单位就看到倒霉蛋的老妈已经等候多时了 警长的意思是再等等看 像倒霉蛋这个年龄的孩子都比较淘气 说不定跑哪玩去了 但倒霉蛋的老妈火急火燎一秒钟都不愿意再等了 能源部实验室出事之后 负责人白毛叔带着一帮下属进去查看 看到实验室的墙上出现了一个形状奇怪的洞口 从能源部实验室逃出来的小女孩一路颠沛流离来到了一餐馆 在偷吃东西的时候被餐馆老板给发现了 善良的餐馆老板认为小女孩很可能是受了虐待低下出走的 于是便给有关部门打个电话 天黑之后实验室的负责人白毛叔带着手下来到餐馆 他们首先干掉了餐馆老板 然后准备抓捕小女孩 但小女孩利用超能力干掉两名杀手之后逃之夭夭了 警长带着手下来到学校找倒霉蛋的三个好朋友了解情况 但这仨凶孩子你一言我一语把警长吵得脑仁都疼了 警长带人前往树林里搜索 但遗憾的是只找到了倒霉蛋的自行车 警长来到倒霉蛋家的工具房 从一些蛛丝马迹上的隐隐感觉孩子很可能是出事的 于是组织人手开始地毯式的寻找 在青蛙地的召集下 小酱油和小卷猫三个小伙伴来到他们认为的地方寻找倒霉蛋 晚上倒霉蛋的老妈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 听筒里隐隐约约传出了倒霉蛋的声音 就在倒霉蛋的老妈冲着电话发飙的时候 一股电流突然就把电话给搞坏了 虽然这个电话内容模糊不清 但倒霉蛋的老妈认为自己的小儿子还活着 青蛙地小酱油和小卷毛在树林里寻找倒霉蛋的时候 意外的遇到了从实验室跑出来的小女孩 看着小女孩落魄的样子 三个孩子把小女孩带到了青蛙地的家里 小女孩似乎有语言障碍 三个孩子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了所以然 青蛙地把小女孩留在家里过夜 小女孩没有名字 她只好按照小女孩胳膊上的纹身给小女孩取名依依 本来青蛙地想帮助依依回家 但是依依告诉青蛙地自己正在被坏云追杀了 第二天一早 等家里人都走了之后 青蛙地带着依依参观了自己家 这时候依依看到了照片上的倒霉蛋 虽然她什么都没说 但青蛙地意识到依依很可能知道倒霉蛋的情况 趁着倒霉蛋的老妈去超市买电话的机会 白毛叔带人来到了倒霉蛋家 并在工具房里发现了蛛丝麻迹 在寻找倒霉蛋的过程中 警长接到消息 得知餐馆老板被人给杀了 警长找来餐馆老板的朋友询问情况 得知了当时偷吃东西的依依 由于依依留着短发 看上去像个男孩 因此警长怀疑可能是倒霉蛋 倒霉蛋的哥哥来到老爸家打听弟弟的消息 自打他老爸和老妈离婚之后 他老爸很快就有了性患了 不过遗憾的是 倒霉蛋并没有来过这里 青蛙地叫来小酱油和小卷毛商量对策 小酱油是个暴脾气 逼着依依说出倒霉蛋的下落 这时候他们头一次 见识到了依依的超能力 晚上大家伙正在寻找倒霉蛋的时候 屋里老是在一个洞口 发现了依依逃跑时留下的衣服碎片 警长带人顺着洞口的方向 一直来到了能源部实验室的附近 但由于是军事禁地 他们也没办法进去 见识了依依的超能力之后 三个孩子对依依尊敬多了 依依虽然不怎么说话 对人情事故也知之甚少 但她却暗示 倒霉蛋似乎正在躲避某种怪物的追杀 倒霉蛋的老妈换了新电话之后 再次接到了小儿子的电话 听筒里仍是鸡里咕噜的听不清 而且电话再次被电流给搞坏 就在这位大姐气急败坏的咆哮的时候 一些奇怪的现象发生 晚上倒霉蛋的哥哥 开车来到树林附近寻找线索 这哥们不知不觉 走到了同学富二代家的附近 此时青蛙地的姐姐南希 正在富二代家参加派对 倒霉蛋的哥哥一直暗恋着南希 她禁不住举起相机拍了很多的照片 南希的闺蜜眼镜妹在喝啤酒的时候 一不留神划上手 鲜红的血液滴滴答答落在了泳池里 这时候一种奇怪的声音从她背后传了过来 眼镜妹扭头查看 一只没脸的怪兽突然就把她给掳走了 眼镜妹瞬间掉进了黑暗的逆世界 这是一个和现实世界平行的地方 游泳池还是那个游泳池 只不过一切都变得脏兮兮黏糊糊的 眼镜妹企图顺着梯子爬住泳池 但最终还是被怪兽给吞没了 第二天的一早 倒霉蛋的哥哥醒来一看 只见她老妈正对着那些灯说话 她老妈的意思是 倒霉蛋正在通过电流跟她交流 倒霉蛋的哥哥认为老妈 肯定是由于悲伤过度产生了幻觉 青蛙弟等人经过商量 决定放学之后继续寻找倒霉蛋 并和依依约好下午在某地点会合 家里人都走了之后 依依一个人在屋里瞎学木 这时候电视上播放出了可口可乐的广告 这让她禁不住想起了在实验室的境内 原来依依从小就有超能力 白毛说为了打造一款超级战争机器 不断的用依依做各种的实验 警长带着手下来到能源部实验室的门口 经过交涉他们终于被允许进入了 但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任何的线索 而且监控上也显示 倒霉蛋失踪的那两天 并没有人进入到实验室的区域 不过警长还是从监控上发现了一些端倪 因为倒霉蛋失踪的那天正好下了场雨 但监控上并没有下雨的迹象 这说明实验室的人说了谎 随后警长来到图书馆查阅了资料 发现能源部的实验室 曾做过精神控制方面的实验 并且还抢走了一个叫Terry的女人的女儿 倒霉蛋的老妈为了跟小儿子交流 用彩灯把家里布置了一番 这时候青蛙弟的老妈 刚好带着小女儿过来串门 小女儿在房间里 看到了倒霉蛋的老妈曾见过的内幕 闺蜜眼镜妹的失踪 让青蛙弟的姐姐南希慌了手脚 他往眼镜妹家打电话 得知眼镜妹的确一直都没有回家 而就在这个时候 倒霉蛋的哥哥那天晚上偷拍照片的事 被富二代的人给发现了 富二代摔坏了倒霉蛋哥哥的照样机 并且撕毁了那些照片 南希在富二代家的附近 找到了眼镜妹的汽车 这说明眼镜妹那天晚上并没有离开 他来到富二代家寻找眼镜妹的下落 无意中看到一只怪兽也晃不见了 为了进一步跟小儿子沟通 倒霉蛋的老妈把字母全都写在了墙上 每个灯泡对应一个字母 类似于我们叠仙比仙的游戏 老妈提出问题 倒霉蛋按照对应的字母亮灯 倒霉蛋说自己就在这里 并且让老妈赶快逃跑 因为怪兽随时都会出现 晚上青蛙弟等人带着衣衣 跟着警车来到了踩石场的水库 原来有人在这里发现了倒霉蛋的尸体 警长把倒霉蛋遇难的消息 告诉了倒霉蛋的老妈 但倒霉蛋的老妈坚信自己的小儿子还活着 并说自己刚才还跟小儿子通过电灯泡交流过了 说倒霉蛋在躲避一只没有脸的怪兽 现在的情况是 所有人都认为倒霉蛋的老妈精神错乱了 青蛙弟认为倒霉蛋肯定是死了 他埋怨依依没有倾尽全力应用倒霉蛋 可就在这个时候 依依用超能力证明了倒霉蛋其实还活着 警长来到停尸房打算看看尸体 这时候他意外得知 当地的验尸光被打发回家了 整个验尸的过程 全部是由上级部门派来的人进行的 这引起了他的警觉 虽然倒霉蛋的老妈和大儿子看到了小儿子的事情 但由于不让近距离的观看 因此倒霉蛋的老妈认为那并不是自己的儿子 南希向警方提供了闺蜜眼镜被失踪的情况 并说自己在富二代家的游泳池附近看到了一个怪物 南希回到家 从倒霉蛋哥哥拍摄的照片中发现了那个怪兽的身影 他找到倒霉蛋的哥哥 向其描述了怪兽的样子 这跟倒霉蛋的老妈说的几乎如出一辙 这让倒霉蛋的哥哥大吃了一惊 这说明自己的老妈并没有精神错乱胡说八道 倒霉蛋的哥哥和南希把照片进一步放大 这次终于看清了怪兽的真面目 虽然依依利用超能力发现了倒霉蛋的踪迹 但由于对讲机的功率问题 几个小伙伴听的并不是很清楚 这时候他们想到了物理老师的那个无线电台 为了能让依依混进学校 他们把依依打扮成了一个真正的小女孩 几个小伙伴骑着自行车带着依依来到了学校 并顺利的进入到了物理老师的办公室 依依再次使用超能力跟倒霉蛋联系 原来依依的超能力并不仅限于武力打击 但还能够利用意念进入到别人的思想 从而获知别人的琐思琐想 依依发工之后不久 电台里就传出了倒霉蛋的声音 而与此同时 倒霉蛋的老妈在家里也听到了小儿子的声音 原来倒霉蛋跟眼睛们一样被困在了逆世界里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警长来到了停止房 他奏晕上级排来的守卫拉出了倒霉蛋的尸体 这时候他吃惊的发现 这只不过是一具人造的尸体 体内填通的全是精灵棉 警长连夜来到了能源部实验室 他利用暴力和小聪明进入到实验室内部 他以为倒霉蛋被关在了这里 当他四处寻找的时候 发现了当初一一住的房间 墙上还有一一画的一张画 警长继续往里面深入 终于看到了那个神秘的洞口 这玩意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了 当他正梦圈的时候 被实验室的人给偷袭了 当警长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已经在家里了 他一通翻墙倒柜 终于在西顶灯里发现了 能源部放在他家里的窃听器 原来整个小镇跟倒霉蛋失踪有关的人 全都被白蒙树给窃听了 包括一一跟倒霉蛋交流的过程 青蛙地等人通过一一的暗示 意识到倒霉蛋很可能进入到了逆世界 也就是跟现实世界平行的另一维度空间 倒霉蛋的葬礼结束之后 几个小伙伴找到了物理老师 询问阴影之谷 也就是所谓的邪恶空间是否存在的问题 物理老师认为肯定有逆世界的存在 但是否邪恶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普通人想进入逆世界 那必须有巨大的能量撕开一个入口才行 青蛙地等人回到家之后 问依依依逆世界的入口在哪 但依依恍尝自己不知道 这时候小卷毛想出了一个利用直北珍寻找入口的方法 逆世界的入口存在着强大的特长 跟着直北珍走一定会找到逆世界的入口 随后青蛙地等人带着依依按照直北珍的指引出发了 依依意意识到这么下去 他们肯定会找到实验室里的逆世界的入口 他好不容易从里边逃出来 可不想再回到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而且一旦遇到怪兽 这几个熊孩子有一个算一个谁都跑不了 于是他利用超能力影响了直北珍的方向 当三个小伙伴发现他们一直在兜圈子之后 才意识到是依依捣了嘴 面对撒孩子的质问 依依是有苦说不出啊 一直不怎么待见依依的小匠友开始发飙了 青蛙地气不过给小匠友打了起来 依依情急之下利用超能力把小匠友给揍了 一看自己闯了祸 心灰一冷的一一没打招呼就离开了 为了寻找倒霉蛋和眼镜妹 倒霉蛋的哥哥和南希全副武装来到了树林里 南希在一个树洞里发现了一个入口 他钻进去之后直接来到了逆世界的空间 并亲眼看到了那只怪兽 听到动静的怪兽开始追杀南希 在倒霉蛋哥哥的帮助下 南希最终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而树上的入口也被永久性地关闭了 警长找到倒霉蛋的老妈 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转过天 警长和倒霉蛋的老妈开车 前往被实验室抢走女儿的女人泰瑞的家里 离开了三个小伙伴 一一独自在森林里待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饿得两眼冒绿光的一一来到了超市 利用超能力抢走了一大堆的小视频 警长和倒霉蛋的老妈来到泰瑞家之后 泰瑞的妹妹说出了一个真相 原来在多年前 泰瑞在上大学的期间 曾参加过一项由政府发起的精神控制的研究 目的是扩展大脑的边界 虽然这项实验最后并没有取得成功 但在实验的过程中泰瑞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 但据政府方面的说法 泰瑞在妊娠后期的时候流产了 不过泰瑞坚称自己生下了女儿 并说自己的女儿生下来就有超能力 还说孩子刚刚降生就被国家能源部实验室里抢走了 泰瑞的这个女儿正是一一 实验室的负责人白毛叔抢走一一之后 以一一的老爸自居 并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实验 企图通过一一制造出能够对付全世界的超级武器 为了寻找一一 青蛙弟小酱油和小卷毛骑车来到了森林 可没想到突然遭遇了经常欺负他们的俩混球 为了救自己的好朋友小卷毛 青蛙弟准备按照混球的命令从悬崖上跳下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一出现了 不仅利用超能力救下了青蛙弟 而且还教训了俩混球 一一最终说出了真相 原来在进行最后一项实验时 一一遭遇了怪兽 由于惊吓过度超能力爆表 一一无意中打开了进入逆世界的入口 从而导致了怪兽能够从逆世界进入到现实世界中 几个孩子刚回到家就被实验室的人给发现了 紧接着就是一场追逐大戏 眼瞅着走投无路了 一一再次释放出了超能力 掀翻了一辆正在急驰的相识货车 随后白毛叔带人来到了青蛙地下 发现了一一曾在这里居住过的痕迹 几个孩子来到废车厂商量对策 这时候能源部派出直升机展开了搜索 倒霉蛋的哥哥和南希把怪兽的情况 跟警长和老妈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 才知道一一正在和青蛙地的人在一起 为了联系上几个孩子 警长等人来到了倒霉蛋家 利用倒霉蛋的对讲器最终和青蛙地的人联系上 警长把几个孩子带回家 大家伙一起开始研究如何营救倒霉蛋 由于一一经常在水缸里做事件 大家伙来到学校的体育馆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水池 一一躺进去之后很快就进入到了另一空间 他首先看到南希的闺蜜眼镜被已经挂掉了 然后又找到了倒霉蛋 此时的倒霉蛋已经奄奄一息了 一一让倒霉蛋沉住气 正式开始了 警长和倒霉蛋老妈偷偷潜用实验室 打算从逆世界的入口进入 但这二位刚一进院就被人家给豁捉了 而与此同时 倒霉蛋的哥哥和南希带着全套的工具回到了家 他们准备利用血液把怪兽给引出来 然后来个瓮中捉鳖 为了营救倒霉蛋 警长最终和白猫叔达成了一项交易 警长交出一一 而白猫叔允许警长和倒霉蛋老妈进入逆世界救人 随后警长和倒霉蛋老妈穿着防护服进入到了逆世界 而白猫叔带着手下去的依依 南希和倒霉蛋的哥哥布下陷阱之后 一直深爱着南希的富二代突然不亲自来了 之前富二代曾有位南希跟倒霉蛋的哥哥打过一家 他来这的目的是要向南希道歉 可就在这个时候闻着血腥味的怪兽出现了 要说这富二代来的可真是时候 而且还帮了大忙了 三个人齐心合理最终把怪兽给打跑了 警长和倒霉蛋的老妈一路来到了倒霉蛋在逆世界的家 逆世界和现实世界通过瓷场和电影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 在屋里的这两拨人虽然谁也看不见谁 但相互还是能感应到对方 这时候白猫叔带人已经杀到了学校 几个孩子急忙带着依依逃跑 但白猫叔人多势众很快就把孩子们给劫住了 依依再次使用超能力干掉了白猫叔的四个手下 但他也由于频繁使用超能力体力透支运导了 白猫叔控制住几个孩子之后 刚打算把依依给带走 闻着血腥味的怪兽就破墙而出了 上去坑吃一口就把白猫叔给吃了 几个孩子抱着依依躲进教室 但怪兽很快就杀到了 小酱油用弹弓猛射怪兽 但怪兽连躲都不带躲 眼瞅着几个孩子小命不保 依依破釜沉舟跟怪兽拼了命了 这一招无异于两败俱伤 跟小伙伴们道别之后 依依和怪兽同时消失不见了 警长和倒霉蛋的老妈经过寻找 最终发现了还剩下一口气的倒霉蛋 经过紧急抢救 倒霉蛋最终捡了一条命 一个月之后 所有人的生活都恢复了原状 但倒霉蛋的噩梦并没有结束 怪兽似乎已经寄生在了他的体内 从而引出了这部剧集的第二季